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YEAH 你要賣多少 你看 我現在看到不用爐了就想買了你知道嗎 蒐集 蒐集 為什麼要蒐集 第一你看 它在駕駛座上面就有一個出水孔就可以噴水 還有這個 不管你鑿車鑿的地方 不會去餐廳也給你揉回來的手 來 帶大家看一下 駕駛座就直接就可以操作 雖然我還沒有 還不會 這個我覺得它設計很貼心 你看打開 一打開 樓梯就可以上去了 可以坐兩排 來 關起來讓你看一下 哇 這裡 這個破壞錢 你如果去喝酒 酒心碗回來的 問賤的就哪裡味了 都不用怕 不用擔心看在外面 斧頭什麼都有 哇 這兩個排風扇 你要煮了嗎 吹下去 火箭你涼 火箭涼 今天假設我們在外面烤肉呢 直接吹你就很涼了 噢 這個 火箭太大了 欸 這個人都給它滅火 對啊 還有這個 遠看 有沒有 左邊 陽刺利的 還沒有在水管啦 這是第一注意的 這台車我剛才有研究了 兩噸的水 兩噸到底是什麼概念我也不知道了 一個水那才多少 應該好幾顆吧 這個更簡單 單獨一個作業 手拉了就拉了就跑出去可以滅火了 這個回去慢慢研究 這個兩邊左右都可以進去 可以做全家的 對啊 這樣假設一個水管 不要用過那麼拔過 就像是一個走道 沒有 這樣也不錯 這車要賣多少 這台車不賣 如果你想要體驗的話 請你靠消防隊 哇 這麼快喔 耶 大家好 我是柯B船教室 今天哇 好高興喔 來這裡 你知道哪裡嗎 這是哪裡 新北市的第四大隊的雪山分隊在坪林 因為你也知道我是義安人嘛 進出這雪水 我跟你說 幾百次應該是沒有好笑的 真的喔 對啊 那你知道雪水多長嗎 12.9 喔喔喔 我每天都走 我知道了 對啊 有些人會說13耶 因為13台灣可能不吉利說我們是12.9 我覺得是這樣啦 進出雪山水到那麼久了 我們知道如果不然火災怎麼辦 我開那麼久 我只知道說摸摸車有沒有 放在旁邊 下旁車我是沒有遇過啦 因為剛好運氣都不錯 都很順暢 齁 我們知道之後 消防車 雲梯車 消防車 然後就爪水了 有些是水 有些是泡沫 我的認知是這樣啦 因為在這裡剛好 欸 看到我就 哇 你看12345 還蠻多台的 你知道那舊護車為什麼有寫錯了 為什麼是911 為什麼 其實不是911 你如果後製鏡看過去變成119 喔 原來是這樣 對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 我說奇怪為什麼寫錯了 好 今天我們要請教官 一一跟我們解釋一下消防車的操作 欸還有那個器具有沒有 穿那個感覺很帥有沒有 好像去外太空那種感覺 是喔 好 我去請教教官 耶 欸 你看 這是我們的教官 是 許教官 哈囉 各位小市機車的觀眾們大家好 你說 你有觀看我們的那個影片嗎 有啊 只要是喜歡汽車的 都會想要觀看一下 小市汽車的影片 所以他也是我們的粉絲 我也算粉絲來跟你們醉一下 都來這邊告 你看消防車這麼多 我宜蘭人現在也是住在新北市 所以兩端一直進出嘛 是 對啊 所以你們這樣分隊是有兩個分隊 還是有幾個分隊這樣 負責雪山隧道的救災 主要在新北端是我們的雪山分隊 那宜蘭端會有宜蘭的特層分隊 及交通部所屬的智慧消防編組 由三個單位共同組成的救災編組這樣子 所以有三個分隊對不對 是 沒錯 這樣在職勤的話大概會有多少人 平常大概會有七個人在這個分隊職勤 哦 那你們要休假怎麼休啊 我們休假才晴餓休餓的方式 然後每天會有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哦 那也不錯耶 平常要不要斷練身體 比如說要操練每個來的話 就做一百個婚禮 真的這樣 體能是我們的工作項目之一 那我們消防局 就是每半年會進行是體能考 如果你的平均分數為達標準的話 就是要加長訓練 加長訓練 不是每天 不用每天嗎 每天也要 每天也要 就是像我們當兵一樣 先操課一樣操一下體能 是 所以蠻硬的 如果再拖哪一秒 就這樣就被打掉了 雪山雖然是雙向嘛對不對 如果萬一發生的話 你們是管從台北這邊到宜蘭 還是兩邊都要管 我們原則上是有個分界點 是在23.5K處 23.5K之前是由新北市負責 之後是由宜蘭端負責 但原則上只要是救災 兩個單位都會出勤 因為我們是雙向救災 雙向救災 因為它有可能是從北燒到南 或是南燒到北 那救災方式 人民救助方式都會不太一樣 誰比較近就先衝對不對 對 沒錯 你在這邊執勤大概多久了 我本身已經服務12年了 然後來雪山分隊大概4年時間 4年時間 有沒有遇到比較特殊還是什麼狀況的 比較特殊的是 有一次晚上在進行操練的時候 但忽然間 看向隧道口 農業已經跑出來了 但電話上去都沒有人報案 他說為什麼沒有人報案 那我們就趕快出勤 那真的是印象比較深刻了 那現場其實就燒一台小客車 對 還好沒有造成重大災害 那沒有人通報這樣 忽然間都沒有人通報 那平均我們這樣一天會知情幾次 還是說有沒有什麼 大概一週會大概有幾次的突發狀況這樣 突發狀況現在比較少 因為現在雪山隧道其實管制的蠻嚴格的 我們現在比較常支援的是 雪山隧道方面是舊物的方面 對 大概平均到一到兩件 一天 因為近初我覺得雪山隧道車輛是真的很多 看過很多車 可是它的功能當然就是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沒錯 今天在這裡剛好就是請教官教我們怎麼看 OK 以後我出去就可以操背一下 哇 這什麼東西 那我們去看一下消防車 這台車是我們的雪山拐樑 它是多功能隧道專用汽材車 然後這台車除了它有搶救汽材之外 它還要捐具射水還有泡沫功能 是一台多功能的隧道搶救汽材車 這台車主要的遙控的地方 車頭就可以坐了 然後車頭的遙控 然後在駕駛座就可以操作了對不對 對 車子座就可以操作了 然後像我說也可以啟動後面的排員機 好 排員機 這是我們人員坐艙的部分 好 OK 欸 開車很帥 打開就有樓梯了 是 裡面可以放三具的空氣呼吸器 然後比較特殊的是呢 我們車的中間會放置四隻的50公升的空氣瓶 因為在隧道火災的時候 你可能遇到當然裡面 熔煙的話就沒辦法呼吸 所以需要空氣瓶 對 直接由空氣面罩 直接接車的空氣閥門 直接呼吸 隧道裡面煙很多的有嗎 你就沒開了 所以一定要不要說隧道啦 房子裡面也這樣衝進去都是要防護 不然等一下就沒呼吸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 隧道的時候會產生大的濃煙 當環境的濃煙下降的時候 車子是沒有辦法發動的 所以它有緊急攻擊系統 可以使車快速的脫離 我們除了有涉水的器材之外呢 我們還有搶救器材 然後呢這個就是我們的油壓破壞器材組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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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我電視有看過 有的人被困在裡面就是被他夾開的 這個會不會很重 這個一具大概三四十公斤 三四十公斤 對 那我們現在其實科技進步有發展成了電動型的油壓破壞器材組 很重 沒關係 還好啦 女生再重我都扛得走了 這應該還可以啦 這台就會比傳統的油牙破壞器材比較近 所以它是刺電的 有點重 這台大概20公斤左右 幾公斤喔 大概2至幾這樣 基本就骨頭那些嘛 破壞工具這樣 接下來呢 我們為你們介紹一下 這台的另外一個排煙系統 排煙在隧道裡面就很重要了 因為它還可以把煙排出去 有兩顆 它主要就是排那個隧道裡面 如果萬一濃煙密布就是把它排掉 是這樣子 是為了避免濃煙靠近我們車底 因為這樣會破壞車底 讓它遠離那個我們的器材車 對 才不會太高溫這樣 OK 這是我們的涉水就在器具 這是有2.5吋秒針 然後隧道專用的分型 還有一些水袋 然後這邊有兩個出水口 以及一個泡沫出水口 所以這台車有水跟泡沫 兩個都有 有有有 水袋拿來就直接這樣丟出去這樣 沒錯 像你講的體能訓練要訓練這個嗎 還是要抽烤 還是怎樣 這個比較算是我們的技能方面 平常我們每天下午都會拍那個 救賽情境演練 對 然後就是要去熟悉這些器材 對 這個是我們的Bump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出水需要壓力 必須從這個控制面板去做調整 泡沫系統也必須從這邊去啟動 這台車比較特殊的是 它是可以一個人操作 這是我們的高壓軟管 於現場比較危急的時候 我們可以到達現場 一個人拉著就走了 不用再像我們傳統 就是可能需要布線 布線 然後這個就不用 這拉著就走 直接做滅活動作 然後它兩側呢 會有那個進水口 就是如果我們裡面的水不足的時候 我們可以即時的從後面接水管連接上去 一個水箱大概多少 多少 目前這台大概2000公升 2000公升 兩噸 好那我們這台車呢 出了一些救災機射水的器具之後 我們上面還有一個照明設備 可以升起來做現場的照明 尤其是晚上的時候就用得到 沒錯 如果隧道裡面停電也是需要很需要 隧道我在的時候 裡面是伸手不見物質的 對啦 像這樣一台啊 它服役期間是大概多久 大約大概15年左右 但是會根據使用的狀況 做適當的開除 那一台大概造價要 應該蠻貴的齁 每一台車的種類不同 大概以我們分隊率 大概700萬到2000萬之間 差價蠻多的 快三倍了 最後我們我們車頭 還有一個車前砲塔 車前砲塔 車砲塔我們在大達現場的時候 有時候因為我們開到現場需要時間 然後大達現場的時候 火勢其實已經成長了 那這個動態下我們就可以不用下車 直接在車上遙控這個砲塔 就可以做滅火動作 喔 就像剛剛我們一開始 就是你說坐在駕駛 就可以直接看到火災就直接噴了 沒錯 有在動我 我交代一下 等一下車到馬路去 這是水嗎 對沒錯 這好像水箱頭 水箱頭 這是霧撞的 集中的 不然以後 這個我們買一台好了 買一台 這個蠻好玩的 小朋友應該 玩這個應該可以玩很久 不行喔 請教一下車頭那一個是脫掉的嗎 它是那個捲盤 這個捲盤 我知道就比如說拉人家車子那種 是 沒錯 它是我們破壞殘舊器材的一個很重要的力氣 對 好 那就再換下一台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換第二台 這台是我們的雪山六腰車 它的名字叫水庫車 最主要的是大型的水庫車 因為我們都知道一般的水箱車 出水量大概是1到3噸 然後這台車可以出到12噸 好幾倍喔 是沒錯 最主要是做我們的後勤補給使用 或者是需要大量水救災的時候 這台車都常常會在我們的後面 我們常常就是會利用旁邊的水袋 直接接著出水口 連接到前面的那個進水口 進水口 就直接開啟磅鋪 然後就供水給它 就加壓就過去了這樣 沒錯 再換台了 這是摩摩車 這個我就應該可以騎了 這個我就會 這應該黃牌的嘛 沒錯 這是我們的沒有機車 所以我看到的那是不是的 那是小棉羊那個是急袖的 它是什麼的 那個是智慧消防編組的 那所以不同的 就是剛剛講的第三隊那個 沒錯 所以我看錯了 我們進出雪水車 就常常看到旁邊有摩摩車 我想說那個就是了 那這個要怎麼操作 這個呢 就是我們到達火災現場的時候 首先呢 我們會開啟這個空氣瓶 讓壓力呢 傳到那個鋼瓶裡面 因為鋼瓶裡面 我們平常就會把泡沫水容易出滿 一支大概幾公升還是 左右各一支 一支大概十公升 十公升 然後到了現場之後呢 我們會開啟這個 開啟這個空氣法 讓空氣直接倒進去 跟泡沫水容易混混 混得到比例之後呢 我們就拉出這個泡沫苗子 然後對準燃燒物 進行做滅火的動作 這個概念有點像我們什麼 泡沫洗車機一樣 就是把壓力倒進去 水噴來就可以有泡沫 是沒錯 應該不會很重吧 不會很重 隔壁你給你趕快看看 好 應該是這樣吧 剛剛應該是這樣啦 沒錯吧 是 出誰一點要丟 它有射程多遠還是什麼呢 射程大概是20公尺左右 20公尺 因為它是泡沫 泡沫的緣故 所以這個機車有的分隊會很多嗎 還是幾乎每個分隊都會有 沒有因為我們是隧道專用的 大家都知道就是 有時候隧道會有塞車的狀況 那我們消防車沒有辦法立即前往 那這時候呢 靠著機車的機動性 可以比較快速的抵達那個現場 那我們就再換下一台了 請問這一輛是 這台車是我們的雪山13 它是多功能CAPS 魅火系統消防車 CAPS是什麼 CAPS它是壓縮空氣泡沫系統 因為我們一般的認知是 泡沫都是由一般的空氣混合 但是它是使用空氣壓縮機 讓壓縮空氣導入泡沫系統 與泡沫水溶液混合 所以它打出來的泡沫 會比一般泡沫發泡效果更好 然後它附載在可燃物表面 它的持久性會比較好 可防止那個可燃物繼續復燃 哦復燃 這個是一個 車頭砲塔 哦車頭砲塔 這個是砲塔就跟剛剛那個 車頂是差不多意思 是沒錯 因為我們是隧道專責單位 所以說我們的消防車都 主要攻擊車都會配車頭砲塔 再來就是直接接這樣噴 在車上直接可以遙控射水 哦 所以主要這台車多一個 泡沫出水口 泡沫出水口 而且它多了那個CAPS系統 上載到整個台方 叻盤 直接在弄 好 ok 就放在地上azam the way 還好它會輪輪 說很重 倒是還好 小光 我覺得這台比較有趣 因為看你們拿一個遙控器 沒錯 這台是我們的鋁帶式砲塔車 我們都稱之它為機器人 是不是我的直覺就是 它是一個移動型的一個砲塔對不對 沒錯 移過去就是直接可以這樣噴水 沒錯 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就是從後面接那個2.5吋水袋 它就是可以往前開 然後執行可能消防隊員 不好接近的一些救災環境 例如油草 因為它可能有爆炸口氣 由這個取代能力到現場進行滅我的工作 這個機器人比如說它也可以比較接近 因為它比較耐著人 總是會溫度太高 所以這個降低我們消防能源的安全性 當然就會比較更安全 是 因為有時候工廠火警一打下來 可能都是20小時36小時起跳 那時候會非常消耗我們消防能源的人力 那這時候呢 如果我們擺一台機器人在那邊射水 可以有效降低我們人員的工作量 不然你看 拿著水槍叫你拿12個小時好了 你也動不掉 是 沒錯 20個小時就動了 對啊 這個是 這是2.5處的進水口 然後水袋會從這邊接上去 然後由後面的消防車供水 供水 它最遠的距離可以達到60公尺 因為它畢竟它可以近一點 其實60公尺可以也夠用了 對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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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用了 那它進去柯廠有攝影機看能到什麼樣子 這台就是還沒有那個功能 那有的分隊它配置的會有熱情象影 它可以直接照現場的建築物的溫度 大概是多少度 譬如說那邊比較高溫度 它就要往那邊這樣盆水 對 沒錯沒錯 或者是它可以現場 直接就是在攝影機就可以發現 是否有人在那邊受困 那就再換下一台 喔 這個超大的 這是不是剛剛那種烤肉用的 這是超大的 有沒有 這個反過來應該是開啟車的 應該很省油 應該可以跑很快 哇塞 渦輪推進器 出 好 我們去看一下 這個是超大一台 耶 好 換這一台 我有看到三個字 排煙車 應該就是拍煙 也沒錯 對 還有其他的功能 這台車是我們的雙軸式排煙車 排煙機本身可以垂直 還有升降機轉向的功能 所以可因應現場的狀況 做適當角度的調整 然後排煙機本身可以輸送 每小時24立萬公尺的風量 在執行隧道搶救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隧道口直接送風進去 可以有效把隧道的黑煙有效的排出 好排出 然後這台車本身也有具備那個水霧噴頭 連接我們的2.5吋水袋 可以產生大面積的水霧 適用於水霧需要大面積滅火的 一個救災環境 準備好了嗎 來囉 這個全國只有一台 目前全國只有這一台 對對對 所以 其他都是一顆而已 對就是單軸排煙比較居多 雙軸就是兩顆啦 是是是 只有單軸就是一顆而已 所以我們全台灣只有這一台是雙軸 目前只有這一台而已 剛剛我試到它的威力 這是 這樣是第幾段 我看一下 好 我問一下這幾段 第一段 本台記者在台風天 像不像 這一段我都飛走了 它又加強了 已經刺了 本台記者 收到台風天吹起 我趕快躲去 我快起飛了 超帥的 貴力還蠻驚人的 這一台價格應該也不肥喔 確實 確實滿貴的 如果便宜的話 我們就買一台 放在我們那邊可以吹 我們就很涼了 剛剛我稍微試一下有五段嘛對不對 對 沒錯 第一段我就覺得很強了 第五段就起飛了 飛起來了 然後這台車呢 除了我們的後方的大型的排音機呢 我們中間這邊 左右兩側 各有一台中型的排音機 這個其實也是個排音孔 這也是 這可以接管子 還是說直接這樣排 沒錯 它可以直接這樣排 但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通常會接我們的風管 風管 然後甚至泡沫產生裝置 接的時候 直接產生高膨脹比的泡沫 可以直接灌到地下室 或者是那種飛機庫 或者船艙等地體空間 需要泡沫滅火的場所 這也是一個排音孔 對對對 兩邊都有 左右都有 我看那個 這個都 上面都有燈耶 剛剛都照了是蠻亮的 因為有時候就在現場環境 它的光線並不是那麼充足 哇乾 硬的咧 跟我一樣耶 它這樣有水啊 有壓力 你聽嗎 噔噔噔噔噔噔噔 水灌的都燈耶 好硬喔 這個要怎麼放 要先卸壓 卸壓就是 吐了 感謝教官跟各位學長們 教我們這麼多的車子 消防車這麼多 尤其是後面這一台 這樣看過去 這個如果是 小人車看到這個應該是很興奮 沒錯沒錯 其實我看到就很興奮了 好厲害喔 它可以這樣吹耶 好今天我們就很高興來這裡 這台是哪裡 你要講 新北市 第四分隊的 第四大隊 第四大隊的 學酸分隊 記得幫我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Yeah 拜拜 穿進去喔 直接下去 穿 下次可以冬天來吧 人類的一腳步 黑大步 這個不是這樣而已耶 他們還要爬樓梯幹嘛的耶 對 我啾啾 這樣 OK 你看 兩分鐘要很快耶 真的是有點重喔 這就破百了 還好 小弟有練過 消防輪員真的很辛苦耶 五杯這樣 可以啦 可是不太好手 這個大家就120公斤了 和你的體重的話 我真的體驗一日的消防輪員了 對啊 真的 蠻辛苦的 所以你要記得幫我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然後順便訂閱我們 新北消防發表面 Yeah 記得喔 拜拜 拜拜 我要去滅火了 拜拜 OK 中了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